我是小萊姆,我是你們CGA,KM,CG,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好,我們今天是酒類生活實驗室 今天要實驗什麼呢? 也應該來講這個東西可能是要放在我們的那個 黑幕區拍 可是我開始想想不對啊 因為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也不是我發現的 那是我朋友傳給我一張圖 他傳了一個超級超級old school的 蘋果西達上面的吊牌 然後蘋果西達早期的吊牌 居然有跟酒做結合 好屌喔 對不對,很屌耶 然後它是花蓮經銷處的 上面還有電話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配方 我朋友問我說你試過嗎 我說我真的沒試過耶 而且因為我們以往家庭式調酒 以前都是在做這些傳統酒類的系列 好像也沒有很常用到蘋果西達的 就應該要嘛次數也很少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印象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試它的五個配方 就叫做它上面寫 兩瓶西達加一瓶白葡萄酒 我們就來試試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他們是家庭式調酒的OG耶 對,OG他們的OG他們是發明的 然後因為它的只有五種 然後五家瓶我沒買到 所以我想說我就把家裡有的奇怪酒類 都拿出來 我想說那就一次把它試一試 就是究竟蘋果西達的配方怎麼樣是優的 是不是也推廣了大家一下 而且在這個時候剛好大家在家裡無聊 也可以試試看 不對我幹嘛拿美工刀 我是要拿開瓣的開瓣器 哇直接這麼大瓣就出去了 因為它寫白葡萄酒啊 我也沒辦法就只有這個 沒有必要長針自己開 必要長針就是在家裡爽 必要長針就是在家裡爽 那兩打電動 要出來了要出來了要出來了 太多太多 好看一下它的配方 它的配方是說 兩瓶吸打對一瓶白葡萄酒 所以我們現在要計算容量的部分 兩瓶吸打 欸正常罐裝是幾毫升啊 你說寶特瓶還是高啊 350 鐵罐是350 你怎麼知道好厲害 啤酒嘛啤酒350 哇死給你過來 是有在算熱量的男人 好350 所以他說700對上 一瓶白葡萄酒 700對 750吧 這應該是750吧 有700 所以等於1比1啦 幾乎是1比1啦 1比1 1比1 750對700 所以白葡萄酒要多一點點 所以我拿兩個杯子來試好了 白葡萄酒要比吸打多一點點 白葡萄酒 吸打 差不多 完蛋 好久沒聽到字 滿好對不對 但果然跟我腦袋想像一下 你知道味道很像什麼嗎 甜的 白氣泡酒 基本上就是那樣子 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評價版本的 氣泡酒 蘋果風味 蘋果風味 沒有但因為它混了白葡萄酒1比1的話 基本上蘋果風味會被降低 或你還是會喝到葡萄酒的味道 所以 它就是 家庭式調酒版的 氣泡酒 哇 不會是OG OG欸 而且以前的白葡萄酒應該沒那麼貴 我看以前的白葡萄酒 假設是 200 對上兩瓶吸打以前的罐裝是18塊 所以這樣子整份的成本 是 1450 成本236塊 我覺得還不錯 OK 第一個我覺得 肯定是沒問題 第二個 三份吸打 對一份米酒 他有知道這個吊牌是什麼時候的嗎 不知道欸 因為他傳給我 而且甚至誰傳給我的我也忘了 我只是 有一天我在手機 因為我習慣看到這些東西我就會先存下來 然後我看到手機想說 看誰傳這個東西給我啊 我忘記了 然後 這個東西看起來的年代 我猜應該最少 20年應該有 應該喔 看這個吊牌 秀成這樣 20年應該有 三分吸打 就是要三分之一 二 三 然後這個就是 一 一 差不多嘛 三分之一嘛 可以啦差不多 差不多 這我有點沒辦法想像 不會難喝啦 今天的東西應該都不會難喝啦 但這就比較接近我當兵喝的東西 因為這個成本呢 假設是1比3 我們現在也算價格 1比3 紅標米酒是300 所以我需要 900的吸打 當時的年代是18x3 所以是54 54加上一瓶紅標米酒多少 50塊 這樣子的份量 是 總共是 1200 成本價 105元 這更小耶 對而且濃度上 22度 對於 12度 所以嚴格來講 紅標米酒 這一份配方 比較划算 105喝醉程度 是兩倍喝醉的 它是喝起來會很鹹鹹的啊 沒有鹹鹹 它就是 尾段有一個很明顯的米酒味 推薦給你喜歡喝米酒朋友 現在這個世代 年輕人應該很少這樣喝啦 跟以前不一樣嗎 我們現在在這種價位上 其實有太多東西可以取代 但目前對不太講 白一部倒酒的我比較喜歡 第三個 四份吸打加一份五加啤 五加啤我賣不到 五加啤就是公賣局也有賣五加啤酒 那這個東西也是 不是很好買 然後因為在這期間 沒辦法去那些地方 所以這個我們就先放棄 然後再來這個東西 應該是你喜歡的 我喜歡的嗎 天啊是有我喜歡的 啤酒對蘋果吸打 這完全就是 沒有什麼問題啊 它不就是 蘋果啤酒吸打 我在猜啦 基本上你啤酒加蘋果 大概是一樣的意思吧 鸳鸳畢 這個吊牌是否 要增加蘋果吸打銷售嘛 所以它是這樣子 但是對我來講 應該是啤酒加蘋果 啤酒加蘋果汁應該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 蘋果吸打加啤酒 成本肯定是比較低的 因為蘋果汁會比較貴 開始有點老舌 開始有點老舌 有點難喔 開始有點學術 好它的配方是 一份吸打對兩份啤酒 所以是 一份吸打 兩份啤酒 就 跟我想像的一樣喔 把前面撿過來 對 就完全可以想像 甚至你說現在的那種 蘋果風味啤酒 不是塞的喔 是蘋果風味啤酒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目前我覺得 CP值論下來 味道目前 還是 白葡萄酒配蘋果吸打 應該是目前的第一名 再來最後一份 這個也是比較難買 一份竹葉青配三份 三份 蘋果吸打 那正好你不用買 正好我不用買 因為我竹葉青 也還有兩瓶 我不知道為什麼 走那麼多 就是還有一瓶這樣子 還有一瓶是磁裝的 一份竹葉青 三份蘋果吸打 這樣子 差不多吧 1比3吧 可以吧 可以吧 好久沒看到竹葉青 真的 哇 好足 好足喔 哇 真的好足 我要老實講 味道不差 可是我覺得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 像我們這麼奇怪 就是 很願意試很多 不一樣的味道 竹葉青的那個 竹葉齁 我覺得多數人會退卻 就是基本上 我現在嘴巴喊了一根竹子 Nesco 喔 又來了 Nesco 我的Nesco像是豬一樣 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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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但我覺得味道不差 可是肯定不是現在人 會接受的味道 它甚至在家庭室調酒的範圍 也是在手背範圍外 就是它整個味道 太特殊了 太特殊了 發現兩年過後 葉青姐離我越來越遠 時間 時間 我發現這個味道 對我來講都有點太重 就是 我很想給你聞 我真的很想給你聞 但你口罩不能拿下來 當然其實我沒有人想聞 不是吧 這個時候也是我的 覺得很難過的一點 我沒辦法強迫你聞 因為你就要有理由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行不行 防疫期間 防疫期間不行不行 好好 既然葉青姐又出來了 不然我們來一個 哲峰哥好了 唉唷 那因為我覺得葉青姐 跟哲峰哥的比例 應該是可以一樣的 老朋友耶 我就用跟哲學琴一樣 就是1比3 你怎麼覺得味道臭臭的 就是這個味道 我覺得黃哲峰比較好 黃哲峰是還OK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估算價格部分 黃哲峰80元 然後它的容量是350 跟一瓶罐裝一樣 1比3的狀況下 表示80 對 18塊 18x3 54 134塊 在濃度 濃度 就幾度 黃哲峰幾度 40度 黃哲峰40度 真的假的 沒抹起來 真的耶 那目前黃哲峰的CP值最高 味道 我可以接受 黃哲峰配蘋果系統的味道 我可以接受 竹葉青有一點不行 然後所以目前 從它5個配方中 我們這樣剛好湊5個嘛 因為我們的五家品沒有 我們用黃哲峰代替 我覺得啦 白葡萄酒是最好的 第二名是黃哲峰 其他的啤酒就超普通 普通都不行 竹葉青應該9成的人不能接受 紅哲峰米酒大概 兩三成的人不能接受 但既然價格差不多的狀況下的話 我推薦 白葡萄酒 1比2 黃哲峰1比3 配上蘋果系打 是 最適合的合法 下集起來 蘋果系打沒有附和錢 我再說一次 這陣子因為我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心裡就會想說 哇 古時候家庭式調酒 不過這應該是在熱炒店販賣 在熱炒店要搭配酒販售啦 我猜啦 但總歸我覺得這東西是蠻好玩的 如果有任何的人 包含可能觀眾或是幹嘛 歡迎你email給我 如果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是很有興趣去嘗試的 因為這個畢竟就是 以前的人試過留下來的配方 那我蠻好奇 到底它會長的什麼樣子 它是我們家庭式調酒的 sambi 還是我們的sambi 我覺得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個圖 這個圖應該我們一開始上片的時候 我們會 你會做一個那個這樣 啪一下這樣子 可以啊 啪 不會在這裡 不會在這裡齁 在前面啊 發現要幹嘛 做一下 啪 好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好 這一集就這樣 這是酒類生活的時間式 很輕鬆很簡單 如果喜歡這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 我喜歡我們Face1 如果你有任何吃的 或是這種有趣的東西 幫你來信還去跟我說 下集見